我国雄伟的历史河流中,曾经历过无数纷争厮杀,许多时代的新船代谢,当然这温定之效当然是离不开军队的基础。 川军,从字面上就已经明白,这是居于四川的部队,但说国内的战乱纷争方面,川军可谓战绩惨淡,和很多省内的部队交战,无依甚至,这一点可追溯至秦国时期。 当年的秦灭掉了巴蜀,后来的刘北灭了蜀,无数伊林战争中属汉溃败,再到明时期展现中入川,还是被亲情官兵歼灭,多个历史阶段的故事,都展现了川军与那份争能力欠缺,中国有一支部队内战旅战旅伴,打日本人却有猛至极,死伤人数六十多万例外的。 四川这个地方也有人曾向独立起来占领一鱼,然而建立起来的政权,却得不到认可和支持,更无统一全国的实力,除了四川以内,没有扩大一次领地,结局全是落入了太原麾下,而这个独军四川占领一鱼的人也非本地人所为,充分证明了川军部队基本没有与内分兵之才,然而,川军可并非一无是处, 尽管不擅长与内分争,然而在对外抗争,驱赶达陆方面因猛程度无缘可比,血气十足,全国是出了名的神勇部队,一日二四二年六月,宋立宗安排余界,前往四川任职治理包含重庆等等,此人局势才能独特,眼光深远,他在四川区域内建成 了无数个有大有小的堡垒,都是建立在显摇的位置,地理位置,一手南宫,交通便利,气扣进水源,补,冲凉槽也很方便 堡垒的建造也是用平凡的材料,随处可取材,修建简单 在之后和盟军的交战中,余界亲自领兵大战三十六回合,盟军会败不堪,蜷缩在自己的战地营典里不敢露面 就这样,有志良天在南宋时期,大和世纪都稳握在手,后来,余界受到奸臣的迫害致死 然而,川军后来还在钓鱼中杀掉了蒙古大汉,南宋朝倒下的时候,川军一点也没放松抗争 足以见到,川军尽管内征不利,但是外抗上一点也不含糊 到了抗争阶段,川军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陆沟桥事变,全国范围全面拉开了抗战的序幕 7日8日,川军的将领立马召告全国,号召全中国齐心协力抗击日控 紧接着联系到蒋介石,请求参战为国效力 说四川可调派兵将30万名,其他杂役500万人,军粮可提供上一斗 上一之后,中央将川军编制,为第22和23集团军 同年10月,刘湘接受指令,当了第七战区总指挥 刚刚入秋,万千人众在成都市烧城公园广场,进行着被撞严肃的试诗大会 这是川军这辈子第一次试诗大会,公园广场的试诗台上 总指挥刘湘手握话筒,话语震荡着每一个人的内心 不把日军驱逐出中国,川军就不回家 一位冰箱的老父亲,自觉请命鼓励儿子不畏生死 勇敢抗争,赴老乡亲的送别下,数十万的部队踏上了仓日战场 然而,不幸的是,自年一月,总指挥刘湘就病复发 想念48岁的他在汉口医院内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曾经送给川军的誓言,时刻激励着整个抗日部队 后期资料显示,那个时期,全国基本每一张与日寇的大战中,都有川军的身影 如松户会战,檀儿庄之战,玉香桂之战,长沙会战等 看到这些真的很是吃惊 而且川军在对抗日军时,是无所畏惧 毫不顾忌的冲锋和还击,和内征战场上判若两人 川军的勇敢和英烈战法,致使其损失惨重 在抗日结束前,前仆后继的冲向前线的川军有350万之多 人数是全国全部兵力的20%,排名全国之首,死伤也高达了65万 也就是说,川军的出征人数,死伤人数,都是全国地方部队中最多的 充分的在此正面 川军抗计日寇,去逐打鲁的勇敢,让人不仅仅是敬重 川军抗计日寇,去逐打鲁的勇敢,让人不仅仅是敬重